看起來纖細瘦瘦的孕媽咪 原來也有認證糖尿病的問題 准爸媽在得知病情時十分驚訝 表示平常也沒有喜好吃甜食蛋糕類 不過營養師現場請夫妻指出一身糖食物 就知道許多准爸媽可能會誤踩地雷 造成糖分攝取過多的問題 乳味你一定會吃 乳味乳味 甜不辣 乳味要吃是嗎 不是嗎 所以媽媽覺得甜不辣常常跟豆干一起點 應該算是同一類別的食物 其實甜不辣不算是豆類喔 它其實裡面還有滿滿的澱粉 所以它屬於全骨雜兩類 我當時嚇壞了就我不知道怎麼辦 就不知道怎麼吃 然後也很怕吃錯 可能就會加重認證糖尿病情 就什麼都很害怕 我當下也是有嚇到 因為我們自己也覺得好像平常也沒有特別暗示甜食或是蛋糕這類的東西 然後不然就看到怎麼會有血糖飆高然後認識朋友 我們也覺得很意外的壓抑 然後再來我太子很熟 總會 這幾天呢最重要的其實是要控制碳水化合物 所以並不是只是單純剛才爸爸說的啊吃甜食啊吃點心吃蛋糕 其實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呢都會影響血糖 碳水化合物它其實是身體最重要的熱量來源 它可以攻擊我們的大腦攻擊我們的肌肉作為能量 所以如果我們缺乏碳水化合物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影響媽媽自己的身體健康 小朋友其實也會受到影響 當我們缺乏碳水化合物的時候身體會生成同體 而這樣的同體對小朋友的生長來講其實是有毒性的 在少子化的社會裡面 其實每一個嬰媽咪對我們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們願意成為嬰媽咪都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那如何讓這個嬰媽咪的照顧更完整 其實我們在110年的7月1號開始 對於整個嬰媽咪懷孕的相關的措施 包括這些盤檢的次數的增加 項目內容的豐富 也希望能夠醫師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務 包括這些檢驗等等 我們都會做相關的重新的盤整跟這個服務 其中最重要今天的記者會的重點 就在認成糖尿病的一個篩檢的服務 那也是那一次所新增的一個項目 那每年大概有將近12萬的嬰媽咪 接受這樣的一個篩檢 那我們這兩年的篩檢的結果 大概有講17%左右的人 都有這樣的認成糖尿病的一個傾向 的異常這個血糖的一個異常值 那認成糖尿病對於一個孕媽咪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對媽媽可能這個孕期的時候有糖尿病 但是這個孕後也有可能生產完也會有一部分可以恢復增長 有一部分也會就造成糖尿病來發生 那第二個大概對小孩子會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認成糖尿病會造成我們所謂的巨嬰就是嬰兒過大 然後嬰兒過大油在生產的過程中 他的這個所謂的病蛙症就會增加 也增加生產的困難 另外對嬰兒的話可能會因為媽咪有認成糖尿病 那嬰兒可能就有低血糖的風險在 所以對於這個新生兒的安全就會更大影響 所以認成糖尿病對於母嬰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才會做這樣的一個篩檢 不過孕媽咪們要注意控糖飲食也不是完全不吃澱粉 適當的控糖五招幫助體重與營養適當調整 孕媽咪不能偏費任何一類的食物 所以六大類均衡攝取 我們可以從一日的示範菜單裡面看到 剛才說了有什麼健康的全骨雜糧 然後會有蛋白質有蔬菜有水果也包含奶類 每一種食物都能給我們不同的營養素 所以尤其是在懷孕期間 鼓勵媽媽就有健康均衡的六大類食物開始練習 然後讓未來發生糖尿病的機率也可以降低 自己有了健康的飲食習慣也可以影響我們的寶寶 讓我們的寶寶也可以吃得更健康 所以六大類食物均衡攝取非常重要 再來是優質澱粉不可少 剛才說了我們選澱粉的時候常常不小心 選擇好多油的澱粉 蔥爪餅炒米粉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有很多油脂 所以盡可能在選擇澱粉的時候 減少裡面含有的油脂量 讓澱粉變成圓形食物 像是地瓜、像是五穀飯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來源喔 再來第三招高鮮飲食可以幫助控糖 剛才有說澱粉可以選擇白米飯 也可以選擇有纖維的五穀雜糧 只要是有纖維的五穀雜糧 它對於血糖的控制就有加分的效果 除了澱粉之外 蔬菜、水果都含有纖維 如果我們可以在吃這些會升高血糖的食物之前 先吃一些高鮮的食物 比如說先吃蔬菜、再吃肉、再來吃澱粉、再來吃飯 其實我們對於血糖的穩定是有更多加分的效果喔 再來第四招少量多餐 一口氣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的時候 血糖上升的幅度會更多 所以我們把它拆成不同的小餐來吃的時候 其實對血糖的穩定度是有大大的幫忙的 所以少量多餐可以幫助媽媽讓血糖更穩定 最後並不是最不重要的 所以我們發現NG食物其實很常出現 尤其是外食服的爸爸媽媽們 所以剛才有說了各式各樣的加工品 我們盡可能的減少 然後遇到NG食物的時候 趕快看看營養標示 確保我們讓這個殺傷力可以降到最低 國健署提供14次公費禪檢 包含兩次頻寫檢驗、三次一般超音波、認診糖尿病篩檢等 請孕媽咪定期接受禪檢 日常飲食有疑問 可以找醫師或營養師諮詢 改善飲食習慣 重視孕期的飲食營養 記者翁軍臺北報導 好